我觉得我很庆幸 在这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 我们国家的很特殊的伟大的时刻 比如说我们作为演员很荣幸可以碰到 我们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周年这种特殊的年份 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到像光荣与梦想 这么伟大的这样描绘我们 共产党建党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当中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们参与的这个演职人员很多 包括很多很优秀的演员 特性演员也好 演技派老戏部也好 又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每个人都演得特别好 大家都特别认真负责 因为刘江导演 还有我们这个剧本 赵金宇老师编剧是非常认真的人 人上好 你说他人上好 还是推不上 你说你是明确知道他比心动手了 还是说是 因为剧本来一直是枪响 有枪响 所以就意思是 光是枪响 这个很过火 说吧 这信息很过火 就是他来就是让你缴械的 是吧 他们是会让你缴械的 你不缴械 因为我看到很多中央来的这个 这个视频 他其实 就会瞬间变点的 他前面很热情 没有担心的地方 没有担心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就算你有天马才是从高度多长 实际你好大胆子 是 骂 你好大的胆子 主席上去 你看我这个 他他主动了 在这个 陈毅 月庭 郁杰 郁杰 郁杰兄 这样子 所以参与其中之后就会觉得 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东西去对待 绝对不能儿戏 因为我们饰演的都是历史真实的人物 都是伟大的人物 都是对我们这个新中国的建立和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演好 从拍摄的画面到场面到情感的释放到故事的节奏 所以我还挺有信心的 我觉得《光荣与梦想》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好的宏大的县里片